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淡水区博爱街60号前有一块空地 目前停满了许多的机车 在民国77年登记为国产署所有 现况是机关占用土地 因此国产署也希望新北市政府 又或者是使用管理单位 必须要尽到维护管理责任 否则就只能封闭做其他用途 所以为了维持目前停放机车使用 市议员郑宇恩就邀请新北市相关单位 千万会砍 在淡水区博爱街60号前方有一块空地 目前停满了许多的机车 一般人都认为这里是免费的机车停车场 但是幸福里办公室说 这里在20多年前当时的政工所 为了提供附近更多的机车停车空间 将溪流加盖并且划上机车阁 但是财政部国产署在接管了这一块土地之后 最近却被新北市环保局要求要整理这边的环境 不过国产署认为 若是要维护管理就得倾向将土地做其他用途 因此为了维持目前的机车停车格使用 市议员振宇恩就邀请了相关单位 来到现场会刊 这个地方变成专不管地带 当时也做一些发台 但是后来也没有人来认养 也没有人做 现在讲起来就是说 谁来管理 我们把它划清理办公室也没有经费 也没有办法去管理 不能封起来 这个可以用给大家大众在用 我认为是奉献给大众来用 幸福里办公室说 这里的环境必须要划清全责 但是国产署北区分署表示 这里大约有491.96平方公尺 目前属于住宅用地 在民国77年登记为归国产署所有 现在为机关占用土地 因此国产署也希望新北市政府 或者是使用管理单位 必须要来进行维护管理责任 否则国产署就只能够将此地封闭 做其他用途 接管那时候登记进来的时候 现况已经是这种占用的形态 我们是做机关占用 因为是前面的机关做的 应该是正工作时代做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做列管是机关占用 因为这个是有价值的土地 是应该如果要做公共使用的话 是希望说地方的政府能够协助 去做委托管理 这样会比较符合现况 现况使用管理跟使用一致性 希望说这个不管是新北市政府也好 或者是这个驱空所也好 共同的来把这一块土地呢 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然后让这样子的停车空间 可以兼顾这个交通的便利性 然后还有这个环境清洁等等 那我想里长这边呢 也可以尽力的来协助这个环境的 这个整洁的部分 那清洁队呢 也是一并的都要加入 然后去把这个整个环境呢 把这个停车空间呢 去把它这个再提升一点 在会看之后市议员阵员表示 这块地的确有机车停车需求 也不希望看到被封闭 因此更要求新北市政府接通局 区公所清洁队等单位来协调 而目前就由理办公室 来定期将这里的垃圾清出 由清洁队来收拾 而另外有地基结构问题 议员也要求市府公务局 务必要专业评估 是否要进行修复工程 记者许端一带去采访报道